马上来关心到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的台北市竞选总部即将在今天成立 可以看到北平东路上都已经封街封路 排满了红色的椅子邀请民众已经都就坐了 可以看到现场真的是人山人海 邀请民众大家一起来共襄胜举 而今天呢也是赖清德和烧美情在台北市竞选总部的成立大会现场 为什么会办在北平东路呢 大家都知道北平东路跟民进党有着很深的渊源 因为民进党的中央党部就在后面 而再往后一点呢 赖清德的竞选总部也在这边都在北平东路上 所以赖清德台北市竞选总部现场就办在北平东路这边 而今天呢除了赖清德跟烧美情赖肖佩两人会在台上 一起来争取民众的支持之外 民进党的要角们几乎是全员到齐通通到场 包括说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陈建仁 前行政院长苏坚昌 还有赖清德竞选总干事潘梦安 晋总主委姚立明通通都会到场 还有民进党的北市巴西的立委候选人 还有十八个议员通通都会一起来到台上 来展现团结的胜选气势 其实帮大家整理一下今天几个比较重要的时间点 包括说副总统候选人萧美情 预计在下午的四点钟上台致辞 总统蔡英文呢在比较稍晚一点 在四点十五分的时候就会上台跟大家说说话 希望大家可以来延续他的执政 而继续呢 赖清德主帅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预计在下午四点半的时候 上台跟大家来发表他的政治的一些政见啊 谈谈他的一些愿景等等 赖清德在四点半的时候就会上台 而政治完之后他也会带领大家全场一起大合唱 2024胜选版的路也是他的竞选歌曲 而大家手上呢 现在其实很多民众手上拿着旗帜 上面也是写着赖清德的竞选标语 选对的人走对的路 北平东路这边现场呢 已经集满了非常多的民众 都很期待稍待会的赖清德竞选总部的成立大会 我们下期见